有顧客上門 雜貨店老闆娘熱情招呼 聊著聊著 對方自稱有門路 可以買到便宜的櫻桃 我在收你回家 我在沒車沒錢 我在收飛機了啦 隨個錢 我很緊張 對 我很緊張 對啊 我很緊張 因為我在機場可以穿 對 要先給錢 對啊 幫你買啊 對啊 對方自稱在機場上班 買櫻桃要先付款 明天到貨 老闆娘信以為真 給她現金 結果隔天 不見半個人影 一開始進來 是告訴我們說 她要做捐助 那所以她要給我們訂 大概米 既然都是這附近的人 然後她講話又很誠懇 那既然有這樣子 還又是鄰居 那就好 那就跟她搞官這樣 因為她跟機場的人很熟 所以她可以拿到一些 比較優惠的水果 總共付了五千塊 後來我們打電話 然後那個電話 就是一直聯絡不到 顧客就是這名 戴棒球帽的男子 年約六十歲左右 收了錢就人間蒸發 她留給店家的電話 也是空號 店家事後到派出所報案 沒想到隔了半年 這名櫻桃阿貝又出現了 一搏一搏的走進理髮廳 說自己腳不小心扭到 熱心的老闆娘趕快讓她 進來坐著休息 聊天過程中 對方又開始說 跟機場的人很熟 不但可以用員工架買機票 海關扣留的櫻桃 也能便宜買 用相同手法騙了 四千四百元 人就消失 前半都鎖定商家 隨機進去找老闆攀談 利用話術取得對方的信任之後 再趁機推銷櫻桃 像這樣的一盒櫻桃 如果直接買一箱 只要算兩千兩百元 對方認為確實有比 市售的價格還便宜 於是先付了錢 結果被騙 目前已經有兩間店家受害 櫻桃阿貝疑似出現在 台北市信義區和大安區 業者沒有提告 畢竟開店做生意 跟人之間都講求信任 只希望商家多留意 別再被他騙 第二位是李偉華黃 敬發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翻譯